爸爸爸爸 你怎么又偷别人的衣服呀 上次挨的打还不够吗 儿子 这次真的不是我 你相信爸爸 爸爸一睡醒就变成这样了 我才不信呢 我这就去告诉迪老师 哎 儿子 你 迪老师 不好了迪老师 迪 迪老师 赛 赛罗叔叔 你们这是都 无敌小辈 你这是怎么了 快醒醒呀 无敌小赛 来了太好了 你快看迪老师的吧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看看 迪老师 你怎么 爸爸 怎么连你也变成这样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无敌小辈 肯定又是你爸爸倒的鬼 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不可能 就是你 儿子 儿子 哎呀 终于找到你了 贝利亚 又是你干的好事 你怎么能这样呢 无敌小赛 你别乱说 这次可不是我干的 要不然 我怎么会戴这么小的手套呢 我连鸡腿都拿不上来了 喂 小子 快还给我手套 你以为我愿意戴一手套吗 黑不溜秋的 跟烤鸡爪子一样 可是 自从给你换了衣服之后 我们的法术都消失了 动不了了 怎么办呀 你也摘不了了 完了完了 我的大鸡腿这下吃不成了 嗯 哈哈哈哈 啊 啊啊 感谢观看